他又把自己的手撞断了 身为陈务员 在照顾好别人之前 首先要照顾好自己 他居然在模拟舱演习的时候 把手臂撞断了 太不小心了 记录上写 当时已经把他辞退了 但是 现在他居然又回来了 请你解释一下 是啊 安琪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给我们听 副总 当时 陈锋的手伤到了韧带 看来是要残废了 公司不可能用一个残废的乘务员 所以我才要求退去 但是 陈锋他要坚持下去 他特地到上海动手术 手术成功了吗 非常的成功 手术后第二天 他就可以举重物了 手术之后才两天 他就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怕伤口撕裂吗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 表现出他不擅长于保护自己 不过我的看法不一样 这显示陈锋的意志力过人 他非常努力地想成为优秀的乘务员 优秀陈锋员 安琪 我不同意 就凭他检查救生背心的方式 就称不上什么优秀 而且我认为 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有认真听讲 我有啊 承风 副总 我想承风当时也是很紧张 同时他有求胜心切 求胜心切 他如果真是求胜心切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坚持让那位乘客 把行李放到储物柜里去呢 安琪 若不是你反应快就出大事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 不可原谅的过失 如果 承风平时表现得很好 也许我会 把这件事情 当作单一的事件来看 但是从数据上显示 承风的表现非常的不稳定 不断地有事情发生 我认为 这次时讯上发生的事情 只要承风做了乘务员 迟早会出现的 您这样说非常不公平 承风他很努力 也很认真 认真努力 但能力没有啊 这两点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大家投个票吧 我想知道大家的意见 你别退室了 我认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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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陈锋 怎么样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没关系 别哭了 陈锋 没关系 明天可以重考 陈锋 我去找安琪学姐 你等我一下 我替你想办法 等等我 我跟你一块去 你连报道都会迟到 他们 他们说我的个性 不适合做程务员 不要理他们 他们又不认识你 我最讨厌这些官僚了 我行 我的个性真的不适合吧 陈锋 别让怀疑你 怎么连你自己也怀疑起自己啊 谁说你不合适了 你别忘记了 你身上有你妈妈的血 你是最适合做程务员的呀 对 你到底怎么了 陈锋 别这样 陈锋 别这样了 别哭了 陈锋 别哭了 陈锋 别哭了 陈锋 搞什么呢 这么亲热 不是我说呀 如果你不是被退训了 就你的表现 你就不能再飞而航空呆 你胡说八道什么 哎哟 有人退训了 朝咱们发什么火呀 妖妾 她 她打我 你敢打我的人 打狗还看主人呢 反了你了 好 那我不打他们 不打你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你敢打死我 你敢打你 你敢打你 你敢打死我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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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马上要做正式陈锋员 居然打成这样 说 谁先动的手 我 柳蓉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只是打抱不平 教官 上次成风的手会断 都是姚倩他们这一帮搞的鬼 他们没有受处罚 成风倒待不下去了 这不公平 教官 成风这次退训 是因为时机出状况 可不是我们害的他 教官 我只是觉得 如果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 那么姚倩他们害成风的手断了 难道不是很大的过失吗 如果说成风要被退训 那么姚倩他们也应该被退训啊 而且早应该被退训了 教官 这两次都是他先动手打人 他简直就是女流氓 为什么不把他退训 我才不怕退训呢 退就退 不过我会带着垫背的 就是你们三个 姚倩 你听她说什么呢 她还想托我们三个一起退训呢 她说说而已 她没那个本事 等着瞧吧 好了 姚倩 姚倩 有人说的你承认吗 我承认了 不过 现在训练已经结束了 教官 你能拿我怎么办呢 再说了 成风的手 现在好好的 你也没有证据啊 姚倩 成务员的工作就是服务大众 你心术不正 你比成风更不适合当成务员 我也没说我合适啊 可是你是没有办法让我退训 为什么 贝子 你知不知道姚倩的背景啊 以你的背景 你根本不需要到费尔航空来当成务员 你会这么做 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报告理想 我希望你好好地做 不要以惹是非为目标 看来你是知道我的背景了 我知道 我站在这里 是给你面子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管我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你今天站在这里 你就受我管 除非 你不想当费尔航空的乘务员 笑话 我第一次听人这样子跟我说话 我可以让我父亲 把整个费尔航空公司买下来给我经营 到那个时候 看是你的 还是我大 哎呀 姚倩 这世界上不是只有飞尔航空啊 你可以请你爸买下飞尔航空 我可以辞职不干 那教官你还要不要处理姚倩的事情啊 当然处理 哎呀 忍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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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办法 哎呀 算了 反正我都已经被退训了 玉山有容 你们就不要再惹事了 尤其是你玉山 脾气最爆了 我很担心你会出事 你不要担心我 我要是耍起花头来 比他们厉害多了 凭什么欺负人哪 对 成风 好可惜啊 咱们三个感情这么好 现在你要走了 好舍不得 哎呀 不会的 反正有空的时候 你们可以来找我啊 我有空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玩的 只要你们不要忘记我就好了 怎么会忘记你呢 想你都来不及呢 我也是 是 好点吗 还有点痛 游柔 嗯 我想我们要为成风做点什么 我要把成风给弄回来 那做点什么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我真的要好好想想 成风 成风 你 那天 四星还叫我不要那么早收拾行李 没想到 我还是被退训了 那 那你什么时候走呢 我想现在就回家吧 反正待着 也没什么意思了 成风被退训了 不会吧 就是因为上次 试训的时候 他没把乘客的行李也更好 这是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是 平一会做了整体审核 认为他不适合 那成风不是伤心透了 他这辈子 就没有想过 就没有想过 要做别的事情了 我已经尽力在帮他了 还是没有用 他现在人在哪儿 他现在人在哪儿 所以我现在来说 我能不能够 你多跟他再来 他要做好事 他就没有想过 我能够了 那我把他再来 你还拿去 那还要做了 他没想过 他对他 我说他没想过 他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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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送你 嗯 我整理好了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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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好 页 嗯 是啊 那你说我心情能好吗 你别忘了 我昨天约了你吧 我还记得 那你什么时候来啊 我 我已经在你们家楼下了 别碍了 赶快下来吧 在我家门口 没什么 就是有点发烧 这样 我给你清一清 来 出去出去 别在这添乱 马上就配好了啊 我来问你要不要吃牛肉面啊 安逸 果然是你呀 你都到哪里去了啊 陈医生 陈医生 你看谁来了 陈医生 好久不见了 听生梦说过 没变吗 才一年都没见 大家还不都是老样子啊 好 你别走啊 等我看完病 咱们再好好聊聊 好啊 对了 陈匯在楼上 你先去找他吧 跟我来 好 小枫 小枫 进来 阿姨 你看 嗯 咱们再来 陈锋啊 从来没像现在这个样子 他呀还在房里做面膜呢 光挑衣服就挑了老半天 真的 我还骗你 我亲眼看见的 好好 是承风要你们这样做的吗 不是 承风完全不知道 他已经回家了 那这么说 是你们自发 为他找了这么多人 来联名请愿的 是啊 副总 现在大家都知道 承风的事情了 大家都愿意为他请愿 就证明大家都不愿意他离开 就像这个样子 对 我给你带他 谢谢你 你带他 再说 我也要 你带他 快点 你带他 你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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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来了 晨风 我也想你 我也好想你们呢 我也想你啊 晨风 事情有转机了 什么转机啊 建副总同意重新审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有这么多好朋友愿意帮助你 让我很感动 这说明你有过人之处 所以才使得你的这些好朋友 这么愿意帮助你 因此 我同意让你回来 谢谢副总 我马上回去收拾行李 等一下 我得给你安排个住的地方 因为你已经不是本公司的乘务员了 所以你不可能回宿舍的 我帮你想个办法 你先到外面等一下 是 谢谢 是 晴副总 安琪啊 我有个人要给你 想安排他住在你那里 谁啊 晨风啊 晨风 他不是已经退训了吗 我希望他留下来 所以准备召开委员会重新审核他的退训 真的 那太好了 我想保他 他九成九能通过 所以我希望他住在你那里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调教他了 好 没问题 安琪 这个晨风 在他身上 我好像看到你当年的影子 不会吧 晴副总 我没有他那么会出事 那是你忘了 他有点味道特别像你 就是对飞行的热爱 老实说 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 好了 总之啊 你好好调教他吧 也许他有可能会是非常优秀的 我知道了 拜拜 拜拜 安逸 我们家有客人要来了 嗯 安逸 怎么会是你啊 晨风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哦 原来我姐说的那客人就是你啊 哇塞 好神奇啊 我的行李 我帮你拿 这么巧啊 真是的 你要来跟我们住在一块了 嗯 姐 安逸教官 哇 你怎么跟在公司不太一样啊 那是上班 下了班 当然要穿得比较轻松了 那那是 晴副总特别安排 你住在我这儿 谢谢安逸教官 别谢我 要谢就谢晴副总 哎 行 我们进屋里要好不好 走 晴副总特别 来 我帮你拿 哎 谢谢 你就先住这儿 如果需要什么告诉我一声 我再替你补 谢谢安逸教官 不用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 那就好 嗯 安逸姐 谢谢你 嗯 姐 好 姐 你怎么了 我今天去植物宝 找韩看 那你找到他人了吗 等那样 我很清楚 他就在里面 但是我做不到 我 我做不到 我 我不敢进去 我 我做不到 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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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风起床啊 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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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七姐早 不早了 你怎么还在睡啊 今天要去训练中心啊 我不是已经被退训了吗 你的案子还在审 你也应该去听听结果吧 好 好 快一点呢 是是是 来了 金副总好 金副总 怎么样 成风 在安琪那儿 住的还适应吧 才住了一天而已 我还不知道 这孩子真可爱 成风 你先出去一会儿 我跟安琪谈一谈 是 金副总 成风她 安琪 我跟大家商量过了 大家认为 以前没有这个先例 现在也没必要 为成风破这个例 算我多事 昨天不该把她叫回来 金副总 成风是我的学员 如果她有错 那是我教导不周 如果要将她退训 请联我一起发吧 安琪 你知道你这样 为你的学员辩护 有可能连自己的工作 都会丢的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认为 应该给成风一次机会 金副总 你当过我的教官 我永远记得 你说过的一句话 成风 要热爱这份工作 要有为这份工作 牺牲的精神才行 我是说过 我教过这么多的学员 成风非常非常的特殊 从开训以来 她的问题不断 要是其他的学员 早就已经退训了 但是她没有 就冲着这份毅力跟决心 无论如何 都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 安琪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想帮成风 可是 规定就是规定啊 我知道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想这个方式 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方式 照规定 推训的成无员 是不能被录用的 但是金副总 对你特别通融 你可以重考下一期的成无员 好 谢谢 谢谢 赶快把报名表填一填吧 下一期的成无员招考 在两个礼拜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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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是被退训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飞 你不是说你可以回来了吗 是啊你骗我们 就是 我没有骗你们啊 我是真的可以回来 只是我要准备考下一期的成无员 哦 可是公司规定 被退训的不能再重考 你没有弄错吧 对啊 子贤 这个规定我知道 这一次啊 是金副总对我特别通融的 那太好了 如果这样 那就最好了 对 好可惜啊 我还以为 我们可以派在一起服琴呢 对啊 你们就要开始飞了 当然了 先飞国内航线 我跟友荣都被派飞北京呢 北京 这么好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北京呢 我也是啊 我也没有去过 这一次一定好好看看 对啊 好好好 太好了 你别做梦了 我们是飞固定航线 原机飞过去 马上要再飞回来 可能连机场大门都出不去呢 事实上没那么严格 你们可以飞一天停一天 然后在北京好好玩 隔天再回来 没错 你们还可以住在公司的宿舍里 连旅费都省下来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主的呢 等过两年啊 你们飞国际航线的时候 那时候才好玩呢 纽约 巴黎 罗马 因为有时间差 可以多待两天 到时候随便你们这么玩 哇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一定要是飞国际航线 就是我也要飞国际航线 你们知道吗 我在国外特别的向往 在马上 我当时会买一样的 我只会帮我 那时候你认为了 尤其一面 穿越了 我今天从来 你们要认为了 我太可怕了 可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比你快 把先说的话都说了 把该关照的也都关照了 你别太天真了 这社会上总存在着一些不合理 我们只有将就 动不了的就别动 能做多少做多少 把自己管辖的范围做好 可是这不公平啊 不公平的事多了 你不能一句不公平就掉头走啊 要把自己留在这个体制内 才有办法解决 好了 这事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提了 每天要去跑步锻炼身体 还要念英文 英文 因为我要跑国际线 还有 安琪教官 快去准备 京副总帮你安排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